死者妻子情緒崩潰 抱頭痛哭 整個人貪軟在地上 萬愛沒想到最親愛的枕邊人 上午六點多說要去附近兜風 沒想到再見到他 卻成了冰冷遺體 死者妻子說丈夫因為多年前 參加搶勾摔斷腿後 只能靠電動車代步 前幾天才剛出院 難得出門散散心 就發生這樣的意外 其他親屬一聽到消息 通通趕到現場 每個人表情嚴肅難以置信 二翹上午有遊客報案在宜蘭 郊西鄉龍潭湖風景區 環湖步道發現一具浮屍 旁邊還有一台電動車 警方立刻前往現場勘查 釐清事情原因 由於這裡剛好是一個大彎道 懷疑這名行動不便的65歲老翁 當時就騎著四輪電動車 沒想要行進這處彎道 疑似騎得太邊邊操作不慎 才被意外跌落三公尺深的鞭駁 對 這些都輸淫散很難改善 你政府也不會今天那些 那些人來改善這座 這座無筆 龍潭湖風景區 平時遊客不算少 距離明安現場不到一百公尺處 兩個禮拜之前 才傳出有人溺斃 也讓人質疑是否需要 多做一道防護措施 才能確保遊客安全 借臨聲珍作宜蘭 採訪不到